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设备的进度计划的创建之后呢 我们就要进行建筑专业的一个实力施工模拟了 好 现在呢我们首先打开我们建筑的这样一个模型让它可见 好了 然后呢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个模型 首先呢我们肯定是要建创建建筑的一个墙体 墙底完成之后呢也是一个建筑的楼地面 楼地面完成之后呢是一个屋面 屋面完成之后呢就是关于门窗 然后呢是一些装修的一些东西 最后呢是我们室内的一些家具家电的一些摆放 我们就按照这个流程呢大致给大家讲解一下啊 如何在把建筑专业呢也添加到我们的整个实力施工模拟的流程当中去 好 为了方便我们进行一个选择呢 啊我们可以把模型的部分呢进行一个隐藏 比如我们现在可以把结构部分给它隐藏掉 方便我们来选择建筑部分的一些东西 好 比如说我们现在先要选择墙体啊 我们是要选择一层和一层的一个内墙啊 和外墙我们把它作为一个任务 首先呢我们同样的现在这里创建一个建筑的一个墙体 那我们就叫一层内外墙一层建筑内外墙啊 时间呢我们同样是按三天好 错就完成之后呢我们就来选择啊 首先呢我们来选择一个内墙我们把内墙全部选中 我们还是按同层同类型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还是不行可以看到把外面的墙呢也全部选中了 那证明这个方法不行 我们得用过滤去的方法来选择 首先呢我们同样的来看一下这个墙体啊 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征的参数 其实呢在我们建模的时候如果说考虑到啊 这个要做视力试过模拟呢我们可以给它添加一些特征参数 但如果没有考虑到呢就只能在我们已经建立的这样一个模型的基础上来来进行一个过滤筛选 我们来找一下看一下这个墙有什么样的特征 好我们找到这面墙我们找到这面内墙 刚刚那面墙呢可能是模型创建的时候呢 我们找到一些问题我们找到这面墙发现了它有一个顶部约束这样一个参数啊 我们看一下上面这堵墙 同样的它也有顶部约束 再看在上面这堵墙 还是一个顶部约束好的 那我们就以这个参数作为我们的筛选过滤条件啊 顶部约束这样一个条件 好我们建立一个过滤选择器啊 这是刚才建立好的 呃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把这个文件呢 改成是建筑的应用 类别呢我们呃这个墙的类别呢我们看一下啊 是Wars那么我们那边呢也选择是Wars好的 好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筛选条件呢我们改一下叫做顶部约束 顶部约束等于呢是直到标高2 直到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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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冒号 啊这个冒号呢我们一定要和呃里里面的参数一致 02-f floor 好我们先试一下啊没反应 嗯这个顶部参照呢明显不对 啊我们这应该是有一个空格 好我们再往下拉一下 然后呢这分别呢应该都有一个空格 我们再试一下 好还是不对我们继续调整 把这个空格呢删掉 试一下还是不对我们再看一下再看一下这个类别 嗯 哎类别又选错了 类别呢应该想选到墙这个类别 应用一下这看一下啊我们再把这个参数 刚刚这个参数这里呢我们调整一下 应该是有空格的 好可以看到了现在已经把一层的全部内墙了 呃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全部内墙啊可能有部分呢 呃会有些问题啊 基本上是全部内墙啊全部选中了啊二层的没有被选中 好了我们先把选中的这部分呢先添加进来 一层的内墙呢被选中了看一下还有没有没被选中的墙体 我们任意的检查一下 好没有了 好一层的内墙选择完了我们该选择一层的外墙 好了我们来选择哎我们发现这个外墙呢 它是一个整一个整体我们再看这片墙啊 它也是一个整体啊这个就麻烦了这个怎么办呢 这个我们想按一层一层的施工呢 这个方式呢来进行一个模拟 但是呢它是建模的时候呢我们去建成了一个整体 呃遇到这种情况呢filter也可以给出了一个 比较方便的一个解决办法 不用你再返回到rivet或者其他的建模软件里面进行一个修改了 我如果说呢想把这个墙呢 要拆成一二三三层来分别进行一个模拟呢 我可以直接选择这面墙 然后我们看构建的属性这里有一个图形分割的一个命令 我们点击一下这个图形分割 好了我们再选择这样一个分割的这样一个工具 好你看它自动的会有一个po切平面来对我这个墙进行一个po切 我们只需要啊仔细一点选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大概呢是在这个位置我们进行一个po切 然后我们继续啊我们继续 再po切到一个二层的位置 我们继续迫切到二层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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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哎不对我们先完成完成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层的楼板呢 已经被我们进行了一个po切了 那么我们再选择二层的楼板 我们再选择图形po切 好现在重新再来进行一个po切 嗯我们要一定要对准这个楼板的位置 我们按住这个counter键呢 它是可以进行一个旋转的啊 我们点击重置 我们不让它进行一个旋转 我们选择到二层的这样一个楼板的一个位置 啊仔细一点好这个位置合适 我们点完成好了 这个外墙呢已经被我们切成了啊 对应的啊几部分 同样的我们对这个外墙呢 再进行一个处理啊 这里呢我们就不再做重复的操作了 我们先把刚刚处理好的啊内外墙呢 先进行一个呃添加 我们把这个添加到我们对应的一层墙体里面来 同样的啊这里我们再做对应的处理 我们先把它分割掉 然后选择这样一个po切 我们选择到合适的这样一个位置 好了我们点完成 好选择添加 好了这样呢这一层的外墙呢也被我们添加进来了 好我们看到这个模型呢 呃被我调成的这样一个着实模式 我回到真实模式过来 好可以看到这层外墙呢也被添加进来了 我们再来找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外墙也是这个情况 啊注意这里呢 有这样一个一个墙 我们也给它分割了 同样的分割在呃一层的这个位置 好完成 好我们选择这片墙 我们继续把它添加到我们的任务中 好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的任务 啊基本上除了木墙呢 呃一层的外墙呢 已经完全的被添加进去了 我们再看一下啊 啊这里还有一堵墙 我们继续 我们选择这个分割工具 在一个合适的位置 点击一下 点击完成 同样的把这个墙呢也添加进去 我们再转圈看还有没有需要我们进行一个分割的外墙 好这里还有一片 那么我们继续进行一个分割 我们选择完成 好我们再把它也添加进去 好了这里还有一片墙呢 我们需要单独的把它加进去 好了现在呢我们再来看我们的一个外墙选择的情况 我们看一下我们是选择了 好了然后呢另外呢这里还有一个内墙啊 内墙也需要进行一个分割 我们继续 选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找到一个参照面 我们点击完成 然后选择内墙 然后继续把它添加进来 好了 呃现在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再看一下楼梯垫这个位置 这里呢应该还有一堵内墙没有被我们添加进去 我们继续 好我们进到这里面来选择这一堵内墙 我们选择图形分割 可以看到了这个非常好的一点呢 就是它可以自动的进行一个透明的这样一个显示 方便我们来识别 好我们选择这个面我们点完成 我们继续选择下面的这样一堵墙 好我们添加进来 好可以看到了刚刚我添加错了 这堵墙呢是把整个的一面墙给添加进来了 现在呢我把它移除去 好了我重新来做一个选择 我继续选择这个图形分割 啊我是选择到了下面的墙了 分割是分割对的 我继续往下 应该是看一下应该是这堵墙 好了我们现在来看 好现在就完成了整个呃一层内外墙的这样一堵墙 一个任务 好我们可以来播放看一下 啊这个我们让它亮显 方便看到我们到底选了哪些构建 啊我们播放一下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一层内外墙的一个选择 同样道理我们去选择 啊其他楼层的一个内外墙 啊完成我们这样一个啊建筑主体的这样一个施工模拟的创建 好现在呢我们就把所有的建筑的主体的内外墙啊 以及屋面楼地面全部都已经完成了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 啊可以看一层的楼地面内外墙 二层的楼地面内外墙啊包括楼梯 我们也全部都添加进去了啊是这样一个效果 呃现在效果呢大家可能看着呢会比较乱 这是因为呢还有很多的构建呢我们没有添加到我们的任务中去 啊其实这个呢也是为了让我们去检查啊我们的哪些构建到底已经关联到任务中哪些构建没有啊 除了我们隐藏的结构的整个一块没有显示之外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往后拉往后拉一直拉 拉到这个位置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建筑这里面就还有我们的吊顶啊楼梯栏杆杆 还有呢我们的外面的木墙以及门窗啊啊这些还有一些沙发呀家具这些摆件没有添加进去了啊 其实这里呢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检查如果我们检查到呢有之前的比如说内外墙啊 还有像这种呃柱子这种构建没有添加进去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呃给它添加进去比如说这里那么我们把它添加到对应的呃任务中去 比如说添加到这里去应该是属于这个柱子 我们把它都添加进去好了现在我们再回到这样一个比较初始的呃建筑的这样一个初始状态呢我们可以继续检查看一下哪些呢本来应该够被我们添加进去的 我们没有添加进去啊我们继续检查啊我们发现这里还有一块啊这两块啊应该说这三块呢都没有被我们添加进去啊那么呢我们就呃一次的对它进行一个检查添加啊同样的这里呢是一个拆分楼板任意的拆分一下好了 对这个呢也进行一个图形的对这个呢进行一个图形分格继续来进行一个拆分大概在这个位置我们点击完成好了我们选择这两块板嗯然后把它添加到呃应该是属于呃一层的六二强啊我们先选择到这一块吧先添加进去啊我们再再去选择选择这块吧我们再添加进去 好了好了我们继续回到刚才那个状态我们再来看啊发现呢现在还有这样两块两块强板呢没有被我们添加进去我们继续选择分割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我们选择完成再选择这块板我们继续选择分割选择合适的位置我们选择完成啊然后呢我们把对应的 这个墙板呢应该是要添加到二层的这样一个那位墙里面去我们找到这个这一块墙板啊应该是这块吧 添加进去啊对应的这一块板我们把它添加进去好了然后我们把对应呢我们选了三层的这样一个版我们把上面的这个三层的这块呃这个内墙板呢对应的添加到三层的这种中去好了现在呢我们再回来看啊再来检查一下啊 现在就已经完整的添加进去了啊当然这个楼梯呢我们也应该把它添加进去我选择了这个楼梯把这个楼梯的梯段全部添加到这个任务中去好了我们现在再来看好了现在呢就已经把整个建筑中的所有该添加进去楼板的都添加进去了啊我们又发现了一块嗯 嗯 在这里这应该是属于二层的这样一个 属于二层的这样一个任务里面我们把它添加进去 因为其实这个是在结构中添加过的啊当然了因为这建筑里面有要么我们把它删除掉如果不想删除呢作为建筑的面称呢我们添加到建筑的这个任务中去啊也是可以的我们继续去看 啊这个呢都是我们的一个天花板我们就不管它了好天花板呢我们作为装饰构建了我们添加到后面去好这里呢我们发现了还有一块墙板没有添加进去啊我们继续 我们这个呢是属于二层的一个呃内墙 添加到二层这个任务中去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到呢这里还有一块是 是属于一层的我们把它选到一层去嗯选中这面墙我们把它添加到一层的楼面去好了我们现在再来看再找一下所以做这个呢就一定要呃稍微仔细一点啊 啊稍不仔细呢有一些小的地方呢啊它就可能没被添加到啊不过Fuera呢提供了这样一个检查的这样一个程序呢啊您可以慢慢的去检查在任意阶段检查到呢都可以把它啊增加进去就好了啊 嗯你看这里还有一块墙板应该是属于呃一层的这样一个内墙 那么我们继续把它添加进去好了现在我们再继续看 再找一下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地方没有添加到的 好了现在呢已经完全的添加过去了剩下的我们应该新建其他的任务了好这里呢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的建筑呃这个专业的内外墙的这个主体结构呢我们就已经全部的完成了好这节课呢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走最后明白了 没关见 是不是 有关的